从小踢到大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没有浪费 在这个赛场上继续发挥我的娱乐 我很开心 足球真的很好玩 然后又爱上了这个项目 还可以强身健体 我从小一直是梦想在足球场上 发光发热 也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队伍 能够承载我的一个足球梦想 从刚开始发起到成立队伍 到现在我们已经一共拥有了20人 所以从0到1的一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马提塔斯作为澳大利亚的女足 她们在国际球场上的发挥 让我感受到了女性在足球事业上 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用这个名字就是样老外第一也知道 华人女足球队就有木兰这种精神 非常勇敢 然后知强 然后也顺带传播了一下中国文化 就是有这么个初衷 这些女孩子呢也都是平时也会看球踢球 然后她们也都有各自的这个偶将呢 像澳大利亚女足嘛 天儿在里面的三克啦之类的 她们甚至比我觉得她们比我了解更多一些 她们也是不放弃 就是对训练啦比赛中都是很积极响应的 我觉得这点真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我们海外呢 这些华人呢 女子足球呢 确实是一片空白 我也看到这一点呢 也忠心的呢 想组建这么一个女子足球队 包括每个级别俱乐部 它都需要有牌照 有license 但是申请这个牌照的时候呢 确实是非常一搏三折 非常的辛苦 看到了澳大利亚足球 包括体育事业 就是说从社区一直到各个级别 都非常的重视 这是我们就是说华人来说呢 比较欠缺的 也没有融入到 就是说当地的这种体育的文化当中 所以我们呢 就想呢 把这个体育呢 然后包括我们华人 带到这个澳大利亚 我们知道中国人的社区 爱球球 我们看到它在世界上 我们看到它在中国 也看到它在中国 他们也在招待世界上 中国女性的组织 非常有效 但这年我们听到 未来的主席 会订阅女性的组织 今天来到这里 是非常棒的 看着他们玩 我很支持 当时Stella参加足球的运动 她一直都很喜欢这个足球运动 又认识到很多她这个年纪的女孩 一起踢球 体力上会觉得很辛苦 她们会很累 能够坚持到一场下来都不容易的 因为我妈一般思想都比较前卫 因为她毕竟原来在二南待了八年 然后她可能就是思想吧 可能没有那么封建 就是比较灵活 比较前卫 所以她觉得我喜欢的事 就是她可以全力支持我 我愿意学什么 她就愿意给我投资 就可以帮助我 就是支持我鼓励我 我们第一年嘛 然后我希望我们的队伍 可能越来越强大吧 希望更多的澳洲女孩 或者是在悉尼的女孩们 可以加入我们 让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强大 队里也互相 大家没有什么摩擦呀 大家团结一心 开心快乐踢球吧 耶 好好 novel 谢谢 % 1 2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